中文字幕——YK 拿几位姐姐能够成团 吊足了网友们的胃口 截至武功 宁静和那英两位师姐 成功为第三季成员 打下了9个胜利席 根据网上爆括的决赛瓜 决胜夜共分成上下两场 上半场有两轮 分别是对抗solo战和合作solo战 并决出4个名额 下半场则是揭晓仪式 先按照武功和决赛 每队抢到的名额进行分配 剩下的席位累积个人喜爱度排名决定 据悉 武功已经率先锁定了三席 加上决赛的四席 随机成团位只剩下两席 回顾一下前两季 第一季宁静组有三人成团 李斯丹妮稍微略胜一筹 胜出了4个 第二季同样是4比3 一组有纳英 荣祖尔王欧 一组是周比畅 吉克军艺杨成林 杨玉莹 由此看来第三季成团夜 恐继续分猪肉 断断不会让一家独美了 和前两季不同的是 第三季参加挣脱的有三个组 王兴灵组 谭文维组各6人 郑秀妍组少一个人 其中王兴灵组 四公全在前10名 又加入了排在第8名的唐诗义 堪称名副其实的王诈组 问题是6个人能够集体成团吗 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得不陷入残酷的内卷呢 参考一下前面四场的喜爱度排名 炒面组只有三个人的位置是稳的 那就是王兴灵 蔡卓妍 钟兴童 王兴灵拿了两次第一 两次第二 蔡卓妍三次排在前五 钟兴童则是低开高走 最近两次都进了前五名 至于吴景岩 张天爱 唐诗义三任 能否成团形势并不明朗 除非本组能拿到四个以上的席位 否则将面临三选一的局面 最差的结果就是全境覆没了 狱组也有两位人气巨头 正是对往谭维维以及童年女神 缺凯奇 谭维维尽管四公调到了第六 可别忘了前三场曾拿过两次第一 是本季公认的头号大Vocal 高位成团已成定局 甚至有希望争下C位 薛凯奇虽然没进过前三 但是两次排第八 两次排第四 平均名次和阿萨齐平 郑修妍组不仅人数处于劣势 整体人气也比上面两组要低一些 在最后的名额分配上 不可避免的要落于下风 凹凸组有两人提前预定了一席 一位是郑秀妍 另一位是宇文文 两位排名从未跌骨成团位 剩下的朱洁静 王子玄 张力 四公分裂十二 十三 十四 恐难逃陪跑的运运啊 比如上一季的张柏芝 无论是咖位 人气 流量 其他的他都配得上 浪姐三作为一档女团综艺节目 和他女团选秀一样 从来不缺少冷门 张柏芝最后却出人意料地落选了 究其原因 也许是芒果台没有谈拢 亦或许后续有自己的工作安排 本集不乏他情况类似的姐姐 为了增加节目综艺效果和话题性 张柏芝的剧本将再一次上演 到底有几个成团位 哪些人能够成为第三代 X-Sister成员下午一个月五号 自会揭晓 只希望节目结束后 能尽快给姐姐们安排团宗 不要像第二季那样 成团及解散 沦为笑柄 冷 证明的